為了避免此一話題繼續的延燒 造成社會的困擾 我贈重宣布 放棄我中山大學在職碩士班的學位 李梅珍哭著宣布放棄碩士學位 上午記者會後重重上車 下午行程門黨一連十幾個行程 看得出想對自己選情力挽狂瀾 但對於抄襲風波 讓黨內高層秘書長李乾隆 被捕捉到說他不受控 連黨主席江啟成也說無法接受學術抄襲 黨內壓力排山倒海而來 李梅珍堅持選下去 但選情恐怕越發艱辛 下午陳其邁繼續行程 談到對手論文事件依舊重申 要李梅珍把事情說清楚 我們還是期待說 李議員應該是要對這件事情 能夠有一個更清楚的一個表態 我也希望說 其實假如說能夠很真誠的道歉 也能夠告訴市民錯誤在哪裡 李梅珍放棄說是學位 不只黨內負面聲浪 漸起要選下去實在艱難 要退選似乎也不是不可能 但此時此刻 國民黨再能提出更換人選 只是對綠營來說 來贏退選對選情是否有利 恐怕綠營也在省慎評估 記得蔡霜及SNG小組高雄報導